那跟我們的硬體配置非常有關係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部分 最大最大在做的東西 就是所有的配置 硬體的配置 所有的軟體的部分還有硬體的配置 今天設計師進來 他會幫你把店家包裝得很漂亮 可是他會知道你做會想要怎麼擺 會知道你擺盤要幫我拿 廚房要怎麼做嗎 不會 甚至什麼 我今天設備他們所有用電量 他不會知道 我的水 哪邊進水 哪邊排水 要怎樣去評估 他不會知道 因為他們著重是在包裝的部分 他可以幫你把店做得很漂亮 可是他很不好用 舉個很明顯的例子 W Hotel 大家都知道 設計的非常漂亮對不對 他的酒吧的吧台 所有進去的人都說很難做事 為什麼 因為他有設計 他只有設計概念 他們有實用的概念 所以在做裝潢硬體的配置的時候 非常重要 通常如果你自己不了解這些 記得找一個好一點的設備商 我們說到 價錢會物美嗎 不一定喔 然後我們不建議你們 在網路上找一些什麼說 惡手商等等 其實在網路上看到很多坡的 林港滿路的廠商 都是我們的黑命臺